本专题名称为大客车综合安全系统 分为三项系统 1.前方车矿显示系统 2.侧方运路安全保护系统 3.转向主动防护系统 首先我们要来介绍前方车矿显示系统 从新闻报导中得失有驾驶者因被前方大车挡住耗置 而闯红灯发生了意外 解决办法是利用萤幕把前方的车矿和耗置灯显示出来 2.侧方运路安全保护系统 据新闻得知在某转弯路口 右转的大货车和一位骑着脚踏车的富人发生了车祸 因富人位在大货车的视线死角 所以驾驶很难注意到 结果脚踏车被撞倒 富人被碾压过去造成了死亡车祸 现今内轮叉的警报器已经在市面上使用了 可是内轮叉的警报器只能用来骑行大客车驾驶者 外面的行人或骑士并不会得知自己进入了危险范围 因此我们将内轮叉范围投射出来 希望能够减少因内轮叉发生的事故 我们的方法是控制雷射灯的高度 将内轮叉的范围透过斜线标述出来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转向主动防护系统 在新闻报导中我们发现 骑士可能因为没有足够时间离开危险范围 而被卷入车底发生严重的车祸 解决办法是在大客车车轮前方装设超硬波侦测感之期 它侦测的范围是下一个内轮叉内是否有车辆或行人 侦测到之后会触发风明气和刹车系统 提起用路人尽快离开该区域以免进入内容查范围 若用路人无法顺利离开 车辆的停止可以将死亡率降到更低 了解了我们制作的想法后 接下来要来介绍我们实际的作品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前方车况显示系统 我们将镜头固定在模拟公车的前方 萤幕黏在模拟公车的后方 真实的公车后方下半部通常设计为散热孔 为了避免这项系统影响公车的正常冷却 我们将萤幕暗装在偏上方的位置 这是呈现出来的效果 小型车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方的车况 接下来要观看我们录制的成品影片 现在我们要模拟后方小型车看到的萤幕视野 第二个介绍的是侧防用物安全保护系统 我们需要将镭射灯投射在底板的内纹槽范围内 这是雷射灯的外观样貌 雷射灯驱动的方式是利用红外线感知器 虚感测的地方我们使用胶带将白纸贴在底板上 这是成品在三个转弯角度投射出来的样子 接下来要播放侧防用入安全保护系统的成品影片 我们可以注意到当红外线感知器感应到白纸时会发光 第一次感应使雷射灯向上运动到达指定位置 现在的画面为第一次转弯角度的投射效果 当公车继续行驶到第二个转弯角度 投射范围为下一个转弯角度的内轮差范围 用来提醒用路人此区域为危险区域 趋劲快离开 这是第三个投射点的作品成果 当车辆慢慢回正时 前方的红外线会再次感应 使雷射灯回到最低点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转向主动防御系统 降超音波侦测感知器中在公车的侧前方 它侦测的范围是大客车即将经过的内轮查区域 我们制作了简易的刹车系统 利用凸轮的原理加上控制制伏马达的转向角度 来使绑上橡皮筋的刹车片将车轮刹住 我们使用4颗4号电池驱动直流马达让车轮转动模拟行驶中的车轮 我们来看成果展示影片 打开电源使车轮转转动 现在我们模拟车辆进入内轮查范围内 可以看到凸轮转动使车轮停止 现在我们模拟行驶进入内轮查范围内 我们可以看到车轮停止转动 当行轮离开时凸轮回正使车轮继续转动 影片结束谢谢大家观看